给我一个赞 订阅 分享我 譬如说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59岁的一个女生 她的一个T值是-0.14 -0.14 哇 这个一天-0.14 回去就睡不着觉了 到底她有没有这个理由去睡不着觉 -0.14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 所以数值非常重要 但是数值的那样的一个相对应的 我们要了解什么样是正常的 什么是不正常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-0.14代表的是什么 T值我们在正常的时候 是小于-1 大于-1 这都正常 所以-0.14是比0.14 它差不多那样的一个范围而已 所以它相对的意思是正常 或者是只是由简单的 骨值减少而已 -2.5以上 这个就叫做骨值疏松 所以骨值疏松 当然就要请骨科或新人代谢科 或神经外科的医师 来后续给予那样的一个关照 试试大家记得订阅分享哦 stal着远早 -0.14